沒拿麥克風 首先感謝仁波切 然後各位喇嘛隊長 然後還有各位已經畢業的師兄 其實我的感觸蠻深的 因為之前一直從事業務的工作 然後就是你也知道嘛 業務就是耳於我詐 那有時候難免會有一些 就是唯心之論 但是我加入五家型這個 課程之後就是 慢慢我開始有一些轉變 人家都說奇怪好像你的殺氣怎麼都不見 以前一出門就是要把訂單拿回來 現在好像就是感覺上人有一些改變 那我談談我的改變好了 我參加五家型之後就是第一個 我現在是吃素 然後呢以前會小酌兩杯 現在也沒喝酒 以前五肉不斷 然後以前喜歡開快車 現在時速都沒有超過90 哇 對 像我因為在喪失相應法的時候 我剛好就是有遭遇到我 就是事業上面的一些瓶頸 然後也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 大家知道我現在學做素食嘛 那剛開始去的時候呢 我真的是哇 以前都是做的 到這邊都是站的 然後就是先從洗碗開始 然後你也知道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整天十幾個小時工作 然後到後面呢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那功課有一些未完成的 所以我回到家之後 大概差不多十點半十一點 洗個澡大概快十二點 然後每天就做功課 最後打拼 做到大概差不多四點多 睡覺大概五點 然後八點起床 對 那我這邊順便提價就是David 然後還有玉琛還有郭大哥 非常感謝他們 就是非常體諒我 所以我可能就前一天晚上 就先來睡中心 然後做完之後 第二天早上再趕回那個 餐廳那邊上班 對 那也非常感恩倫波切啦 因為在喪失相應法的時候 我覺得 我在我的整個心境上面 有很大的轉變 就是說我 好像自己會跟自己開始對話 然後在 你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它是一個很平靜的狀態 那會很多的畫面 從你小時候到你 對 以前是種種不斷的浮現出來 對 你會覺得說 哇 我以前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怎麼樣 那後來 每天在念法本的時候 欸 好像覺得我應該是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走 會自我反省對不對 對對對 尤其David 這樣給我踢不慣點 對 因為我也有這種感覺 所以才會改掉傲慢 對 我覺得他改變也很大 那我好像玉琛嘛 那郭大哥是最默默在做的 我要隨起他一下 那玉琛也是嘛 家務繁忙嘛 他有很多法要去學的嘛 到處跑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一班 就是說從15個人到現在 這是爆料 那我們班 從當初的15個人 到現在最後的4個人 我覺得 就是這個法源 那包括金剛吃兄弟之間的 這種 這種相互扶持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你如果堅持下去的話 你真的可以完成 包括一些 我們後面的班級 我是講真的 我也曾經想要半途而備 我真的是覺得很累很苦 但是我真的牙一咬 牙一咬 把他撐過來 那到現在可以站在這邊 我覺得 這只是個開始 並不是一個結束 而且我覺得 就是說 好像在人生當中 你在尋找一個 一個 不是說境界啦 就是一顆平衡點 就是那顆彈珠在盤子裡面 繞來繞去 什麼時候停在中間點 不動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 應該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很多事情 應該就很清楚明白 對 那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